行政长官会和行政会议通过建议修订电影检查条例 规定检查员是否批准电影上映 要考虑会不会不利国家安全 政务司司长也有权以国安理由撤销原本获准上映的电影 电影可不可以上映 要先交由电影检查员审视内容和评级 政府计六月中刊献修订相关指引 纳入国家安全考虑 最新宣布将有关原则扩展去到电影检查条例 提出几项修订 包括规定检查员日后需要考虑影片上映会不会不利国家安全 如果涉及国安考虑作出决定的时限 会由以往送检影片之后28日内 改为可以延长 每次不多过28日 前提是获得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同意 被问到何为不利国家安全 为什么和之前指引写的危害国家安全不同 当局这样回应 字眼上有利于或者是危害的 我想意思是一样的 实质的情况来说 都是因应国安法的定立 我们作出那个修订 修例之后 政务司司长获负身权力 就算影片之前已经获批 如果认为不利国安 可以撤销它的上映 上映未获豁免又或者核准的影片 最高监禁三年罚款一百万 就算是同一部片 但是我们如果涉及国安的情况之下 有时会有人利用这些电影 作一些可能有机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或者活动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加以禁止 现阶段来说 因为法例未生效 这个权力也未产生 也未有电影就着这个情况送检 在这一刻来说 我们不会心目中有一个名单 一般电影评级 申请人可以向电影检查审核委员会上诉 但是修例之后 若果涉及国家安全 委员会不可以处理 它未必有这样的专业能力去处理 但是这样说之下 不代表上诉完全没有其他的制找 但是任何这些决定 香港的法律制度里面 行政的决定都可以受到司法覆核的保障 条例修订之后 相关人员也都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上映资料 方便监察和执法 以及在非切实可行情况 督察可以在无法庭搜令下 可以进入任何地方搜查 停止未经授权上映又或者发布影片 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补充 电影系重要媒体 尤其对年轻人影响深远 而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 有某些电影部分声称为纪录片 刻画危害国安的行为 整体铺排明显造成美化效果 致令观众模仿对国安构成风险 新法例将会在星期五刊宪 下个月1日提交立法会首读 无线电视机者 梁卓英不得 下个月1日提交辞计划 这里是个月1日的 本市将会在星期五创 指引判达成观 星期五刀